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德银行基本上我们就称它为Arts Bank 就是艺术 那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文化部的专案是艺术数位推广计划 所以我们当初希望可以用科技的方式 如何跟艺术连结 然后去扩大艺文参与 以及扩增艺文人口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结盟了北北基 就是33家的合作馆所 那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我们的加入的人数有一万多人 然后运用所谓的科技也就是用我们的APP 或者是因为小学生它的载具可能是 可以使用这个悠悠卡的方式 然后来进行到我们的关索 进行除病的这个互动的作业 身为工业电脑龙头的艳华 发掘在多种应用情境的最后一里路 都需要一个坚固可信赖 移动性高的行动云算终端 AM工业级平板电脑的诞生 完全以行业用户的使用需求为考量 设计了8吋以及10吋两种大小 考量不同行业用户的各种应用场域 也设计了一系列功能扩充模组 像是8code reader FID reader 扩充接口 另外也设计了多样周边的配件 包括车用极壁挂支架 手带 肩带 桌上型充电座等等 这些扩充模组的设计呢 让企业组的预算更有效益的投资在必要的功能上 这次很荣幸 M65能与两厅院的艺文推广做结合 也期望藉由这一次的合作 能为台湾的艺文扎根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PAD 它能够让这个网络的环境是稳定的 还要有能够兼并说我们要能够 这个使用这个悠悠卡的部分来进行感应 所以呢要有NFC的功能 也要能够有插这个插入这个SIM卡的功能 以及它要能够让我们能够可以同时兼顾这个APP 跟悠悠卡感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在尺寸上面也必须要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就经过Survey 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研滑的这台PAD的部分